大家晚安 昨天封面云系逐渐的通过台湾来了 今天封面远离 但是天气状况却没有明显的好转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 持续在中国南方这边有一些水汽发展起来 并且逐渐的往东移动 移进台湾来 所以今天各地的云量都还是偏多 而其中在中部以北地区 更是几乎一整天都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又湿又凉的 不过好消息是明天白天 这波水汽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可以看到今天各地都是迟迟受到水汽的影响 不过明天上半天开始 水汽就会逐渐的脱离台湾 台湾各地就渴望逐渐回到多云 甚至在中部以北地区 渴望可以见到阳光的好天气了 那么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更是全台各地都回到像夏天一样 白天温暖晴朗 中午过后才会有些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 而现在看起来下一波水汽 下一波封面会在下个礼拜一左右 通过台湾来 而且影响的时间也蛮长的 会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一路影响台湾到礼拜三 甚至到礼拜四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从明天开始逐渐好转的好天气 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假期 天气终好都很不错 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周末的行程了 进一步来看下降雨的分布 因为明天还是持续吹着东北风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是落在影封面 还是会有一些影封面的降雨 另外在中北部跟南部地区的山区 还有在南部地区 因为是最晚脱离雨带的地方 所以在明天的上半天 还是有下起一些震雨的机会 不过在明天下半天 中北北地区就渴望逐渐的波云渐日 南部地区的雨势 也会明显的缓和 转成一个多云的天气了 刚刚提过了 到礼拜六礼拜天 全台各地都会来到一个 比较像夏天一样 温暖晴朗 中午过后才会有一些 午后震雨的天气了 再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今天北部地区其实蛮凉的 清晨跟晚上的低温 其实都跌破了20度了 白天的高温回升的幅度也不大 一整天都是感觉 比较湿凉一点点的天气 明天的气温会稍稍的回升一点点 不过真正要感觉比较温暖的 稳定天气 得等到礼拜六到礼拜天了 而下个礼拜一刚刚提过了 会有另外一波新的 风面云溪报道 到时候北部地区 会再度的转成一个 比较湿凉的感觉 而在南部地区一样的 我最近这几天 天气最温暖的一天会落在 礼拜六到礼拜天 高温渴望回升到 29度到30度左右 下个礼拜一开始下雨之后 气温又会再度的 往下跌一点点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因为持续受到一些 华南雨带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云量都偏多 而且局部地区 也还是有下起一些阵雨的机会 特别提醒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如果要外出的话 最好还是攜带雨具会比较保险一些 而到了明天白天 南方水汽逐渐的通过之后 中部以北地区渴望逐渐的转秦 不过在东风 偏东风 东北风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下起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 因为南部地区 这个水汽还是偏多的 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还是有下起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 所以明天特别提醒东部地区 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建议您也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最后为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迟是吹着东北风 所以在中部以北地区早晚 依旧是比较凉一点点的 建议您早晚外出 还是要搭配一件薄外套 不过江雨好消息是逐渐趋缓了 中部以北地区渴望逐渐的波云渐雨 而到了中午假期 更是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 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我们下期再见